教練一個哨音 學生們一個動作 這是陸骨國中的射箭射 因為裝備費用較一般社團高 所以射員人數較少 不過教練仍運用每天中午及射團時間 加強射員們的射箭技能 一個學姐在舞學練習的時候 在射箭很帥的樣子 想走更遠的路 那你目前的目標是放在哪 虛光高中 射出一隻劍可以忘掉不開心的事 去那個總統盃 全國賽得到79人當中的44名 感覺就是會鍛鍊自己的體能 然後就變得比較強壯 個性就是比較穩 射箭雖為較靜態運動 但需要體能的肌耐力 與穩定的性格 長期下來 能夠漸漸培養學生們 常見的體魄與內斂的個性 拉起來拉久會手會痛 放出去要穩住動作又要做好 然後成績要高又要一直練肌肉 射箭需要耐力 然後就加上我爸每天都讓我走路回家 所以我就想說來射箭射 就一開始動作都沒有挑好 然後是學長幫我們 現在有比較好 之前都是借完 然後現在都在把上 陸骨國中射箭隊於2002年成立 於這兩年才改制為射箭社團 教練在此也指出先前所遭遇的問題 改制社團是這一兩年的事情 一方面也是我們中間的選手有斷層 然後一方面是經費的關係 我們一些老舊的工具啊 因為沒有經費太舊換新 所以就只能慢慢的縮邊這樣子 最主要是學生啊 學生他們的熱誠也感動了我 所以我就願意讓射箭隊 一直這樣進行下去 射箭無論是弓背或劍等 都是消耗品 而一把工動載也要幾萬塊 在缺乏足夠資源的情況下 這樣學生難以發揮潛能 教練期許外界能夠多加協助 因為射箭的器材啊 它日新月異啊 然後新的器材 當然有助於分數的提升嘛 那所以我們也會蠻希望外界 提供我們一些經緣 那我們可以把老舊的工具太舊換新 那學生設起來 他可能他的成就感也比較高 運動專箱技能需要從小扎根 一掌和順風 潘縣服相關單位能夠重視 提供縣內各種小學足夠運動資源 讓孩子們能夠適性洋財 民選雄心儀陸股採訪報導 一掌和順風